今天看到一个故事 太让人感动了 我看完都差点掉眼泪 我给你们读一下 我十岁的时候得了场大病 父母带着我四处求疑 挂不上号 彻夜排队 在这个医院的大厅打地步 好不容易看上来 这医生冷言冷语 没好气 跟我妈说 不用确诊了 一看就是自身免疫缺陷的病 只能维持治不好 政策上 你们家还可以宅要有小孩 然后在这个医院的走廊里 我和我妈抱头吐头 我小小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怕死掉 怕妈妈不要我 然后我妈信不过 又带我去了另一家医院 同样挂不上号 我妈领着我直接去找主任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求她救救我 那天阳光从外面照进来 主任高大的轮廓 被勾搁上了一层金鞭 她安慰我 叫我不要怕 先别哭 她给我加号 看完病得知我还是上学 让我每次来看病前 七点半就到 她先给我看 我永远排第一个 看完就走 不影响上课 而且为了鼓励我 以后每次来都会送些小礼物给我 小钥子链 小玩具 小本子 让我好好学习 当然事后也确诊 不是之前那个医生说的 那种可怕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从此一个做好医生的梦想 便在我心里深奔发芽 然后我真的做了一名医生 并且还考了当年她毕业的学校 当我告诉她时 她开心的像个孩子 我说是您在我心里 埋下了爱的准着 那时她已年过六学 退休被反聘回来 我和她的关系越来越好 我就改叫她爷爷了 毕业实习那年 正好让爷爷所在的医院 我兴高采烈的去找她 但是在出诊名录上 却没有看见她的名字 我去服务台问 才得知爷爷已经突发新往 几天前过世了 现在再回想 那几天怎么过的我都不知道 整个灵魂都空了 我一直当做榜样和信仰的人 就这样离开了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总觉得她没有死 闭上眼睛 全是第一次见面时 阳光洒在她身上金色的花样 命运就是这样难以寻类 十几年后 我从一个当年的患者 如今变成了一个医生 又回到了这家医院 我人生中两个重要的医生 一个教会我 绝对不要成为第二个他 一个教会我 医者父母心 健康所欺 性命相托 现在每次上马走进这家医院 还是有不一样的心情 满海桑田 往事如梦 前两天在门诊 突然一个中年女性 顶着一个小姑娘进来 小姑娘确确地跟在身后 她妈妈抹着眼泪说 您快救救我们家孩子吧 别的医院判了死刑了 说治不好 我们没挂上号 那一刹那 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对白 所有陈峰的记忆 再次涌上心头 我笑笑说 没关系 别着急 别哭了 我给您加号 看完以后 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她 让她有问题 随时能第一时间找到我 并且告诉她 孩子还是上学吧 以后每次七点半开 来了先看 不要影响她上课 我想 是该我报完的时候 我一定要做一名好医生 讲那种医者的大爱 传递下去 肩上是沉甸甸的 愿爷爷的在天之灵 可以得到累计 太感人了 我都差点挺哭的 忍不住想评论一句 在这个事实上 我只奉行一个的力 好人有好报 所以说 不要吝啬善行 有时真的会改变别人的一生 你三月的风流 月的月 九月的风 我只能给你一生 谢谢大家